亮哥你怎麼看 美國最近被說 也好想跟中國大陸來會晤或談談嗎 拜登總統說 希望能夠跟習近平主席會面 尋求中國大陸重大議題的重新接觸 CNN說了 好多人希望能夠來訪華 當然現在看起來 凱瑞他的切游特使比較有可能 布林克你還有希望嗎 葉倫 雷蒙多這些也都說希望訪華 但是次序未定 但是有好消息是王文濤 最近5月25到26號呢 他會參加APEC的部長會議 在美國舉行 王文濤商務部長要訪美 估計呢也許會跟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來會面 好另外來看到這代表是說 美國有些人 你可能還真的會見不到 比如說Austin 你真的有可能跟李尚福房長來會面嗎 金融時報點到一個關鍵議題了 你就是還是制裁李尚福的 人家要幹嘛跟你見面呢 那來看到Austin最近啊 在訪問新加坡的時候呢 他會先怎樣 他會先訪問日本啊 又要談台海的局勢 所以呢中國大陸可能 也不會想跟你見面吧 好另外再來看到 布林肯最近呢很想訪問大陸嘛 他說中美不脫鉤啊 貿易要持續來進行 然後呢最近 拜登真的一個頭兩個大 5月20號的時候 眾議長麥卡錫說 拜登總統回來前啊 我們這個債務上限的談判 是不會取得進展的 所以呢看到 因為呢這個關係 所以美股指數呢 禮拜五的時候 全部收跌 但是大家華爾街也看得清楚 你們在演這齣戲嘛 三大指數在本週都是上漲的啦 亮哥 我覺得沒有人在關心中美見面 因為都是美國在講 對 拜登剛剛又發言啊 說很快就解凍了 我就不知道他要去哪邊解凍 他哪來底氣 不知道啊 因為他要用那個憲法徵修14條 那個是舉在上限的問題 而且那條 那條的適用性有問題 因為他是要 針對我們講的 叫起義或叛變 他有一條是關於法定預算 那個是法定預算 問題要弄到最高法案去打官司 他就掛了 這個 而且這種東西不能用法律處理啦 我中院我就從此不跟你玩啊 你怎麼辦 所以 因為到目前為止 拜登不願意做任何讓步 對 所以 因為 事實上我昨天也看了一下 2023年的預算 2023年事實上 赤字是1.15兆 所以你那個1.5兆的新增 你手上也只剩下3500億 然後他的 你扣除法定支出跟利息 他真的那個所謂的可支配的開支 不到30% 對 所以我坦白說啦 我剛剛講說 美國是外強中竿 事實上這個也是一個部分 就是 都是嘴皮子嘛 那你到底具體推了什麼 我也看到這個G7 又把那個 那個600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 又提出來了 這已經提多久了 到現在沒有一個案子 沒有錢 對啊 就是沒有錢嘛 所以 可是他還是寫著6000億 氣候變遷補償也沒有錢 還寫在上面 還寫在G7的那個40月裡面 簡直是空頭支票 那都是騙人的 因為這次G7呢 有個很有趣的 就是阿亮常常講的那個 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國 有去向他們要債嘛 就是說你原來 答應給我們的所有的 譬如說 ODA啦 還有幫助我們做氣候變遷 調整的這些錢呢 通通都沒給 所以也去要了債 不過我今天剛好挑了一個數字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剛才講了 美國已經兩邊上綱到了 核戰的階級了 因為共和黨說 我就是不給你過 然後民主黨的總統說 我要用憲法第14條 我要跟你對槓 所以說兩邊都已經把他 最後的那個武器 都已經放在桌上 還沒有按那個鈕 但是呢 為什麼他們這次 看起來這麼嚴重呢 我就挑了一個數字 來給大家看 這個是美國的FED 他的負債端的結構 那這個結構 其他地方很有趣 有個部分是關於說 現在的FED 為什麼他只顧大銀行 這個中間跟他 整個的負債端之內 有最大的一部分 是這些銀行相關的 其實在整個2008次代之前 美國的政府相關的負債是75% 可是現在呢 那些其他的銀行變得很重要 但是我要給大家看的是 就是最後這一條綠的線 這條綠的線 是那個叫做TGA的余額 就是政府應該是叫財政部帳戶 就是財政部帳戶 就是財政部可以用來支付 這些東西的帳戶 你去看現在 他的余額幾乎趨近於零了 就是在這個2020年的時候 你突然間看到他舉債 他手上就有很多的錢可以花 可是他2020年那個時候 大量的這個QE的舉債的這些錢 已經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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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是在趨近於零的狀況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預算 還是說明年 那這個是現在 就是他現在的余額已經幾乎沒有了 難怪他們會很緊張 那明年的呢 說是差1.15 1.15 可是這個1.15是在什麼利率環境 還有他要再舉債多少 所以Peter Peterson他們才會說 他們認為會到1.4或1.5 因為他們認為呢 他絕對沒有辦法去支撐他現在的狀況 然後你經常這樣又沒有收入 所以你的稅也不會增加 因此他們就直接幫他算到了1.4 1.5 那我另外想想一下 那個布林肯為什麼說兩邊不能脫鉤 這真的是不能脫鉤的 這個是美國的貿易余額 這是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大的這一塊 就是他等於是下面的就是逆差了 就是說他的貿易的逆差很大很大很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在這些年來 他都是在貿易逆差的狀態 而在這個貿易逆差裡面 跟他逆差最大的國家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如果他要想辦法 把他這個逆差平衡起來的話 那當然是要讓美國的企業 賣更多的東西給中國大陸嘛 大家都知道說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可是美國呢叫做不此之途 從2008次代風暴的時候 歐巴馬繼續說 你們要那個調整我們跟你國家中間的匯率 當時的胡錦濤先生就說 你這樣就是剝奪我們國家人民勞動的果實 我們拒絕做這個事情 那現在他如果要此之途就走那個正路 要讓美國去賣更多的東西給全世界的話 他可以賣給誰呢 當然最大的市場是中國大陸 所以如果真正去Decouple 連芯片都說如果你喪失了中國的市場 對他們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你現在來算算美國的明星產業 光是科技部分 無論你是Intel也好 你是Microsoft也好 你是Apple也好 你們這三家如果喪失了中國大陸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呢 歐洲的各國其實很快就已經想過了 他們如果要繼續發展 同時他們要把握一個機會 把他的老工業 比如說舊的汽車工業 轉到新的新能源的工業的話 他必須抓住一個最龐大的市場機會 他才有往上走的機會 那中東的這些產油國家 也已經看到這件事情 沙克他若要從他的舊的石油經濟 轉到新的綠色經濟 他需要的無論是技術 或者是他發展的機遇 都要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能夠賺更多的錢 所以他要盤緊的投資 就是讓他能夠在石化的上中下游 都有參加 他賺來的錢賺的人民幣 可以去換取他所需要的科技跟基建 讓在沙特的這個未來的所有的藍圖 可以繼續往前走 中亞國家難道不是這樣嗎 2026 2030 他們有各種各樣的計畫 沒有錢萬萬不能 所以一個龐大的市場 同時在中亞國家的情況之下 是願意給他融資 或者是協助的這個市場呢 會是他們進入未來世界 而且不是永遠成為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國的唯一機會 對所以Global South現在 中國大陸代表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的南南合作 大家怎麼樣 大家一起共同富裕 一起富起來不好嗎 那美國主導的是 只要圍堵 而且要打壓世界第二 中國大陸真的能夠得逞嗎 蔡委員你怎麼看 因為最近有很多財經的議題 很受關注 尤其來看到人民幣 來看到最近它有一些跌 在5月17號的時候 在岸跟離岸人民幣 對美元的匯率首度 雙破七字頭 那有點擔心 不過重點來了 大陸專家說 美元指數呢 持續上升可能性不大 所以費的升息可能會放緩 銀行業危機等等的 但是大陸的經濟持續復甦 人民幣不存在大幅度貶值的空間 好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 易剛曾經也說匯率期啊 不是心理障礙啦 近五年 中國大陸三次破季之後 又回到七以下 整個經濟都是屬於穩定的 好那聯合國呢 最近也上調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 4.8到5.3 美國只有1.1 歐洲是0.9而已 歐洲啊 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東方惠里呢 也撤出美國的資產配置 移到了中國大陸 他的投資總監就說 因為明年美國經濟幾乎是零增長啊 反觀中國大陸印度 以及印尼增長可以5到6% 所以當然要把資產移出美國 移到了中國大陸 好人民幣呢 最近有很多消息 尤其您非常關心香港啊 港交所6月19號 傳出來要你開放人民幣 來買賣港股 目前有23間的公司 申請增設人民幣的櫃台 包括什麼呢 像港股有騰訊啊 阿里巴巴 比亞迪這些 佔港股的總稅值4成啊 未來可以用人民幣買港股 那沙特這些國家 拿了好多好多人民幣 他有投資的機會 5月19號香港跟大陸啊 利率互換市場 互聯互通合作機制 北向互換通也正式啟動了 人民幣市場基本上 跟一般市場不太一樣 它分成兩個 在岸人民幣市場的 交易中心在上海 離岸這個人民幣 交易市場的中心啊 在香港 所以啊 這兩個東西啊 沒有完全打通它的血路 所以如果說 開放離岸人民幣 可以購買這些股票 這是一個好的現象的開始 那最近這一段時間 人民幣啊 有一點的毀貶啊 是一個結構性的因素 不是人民幣啊 沒有價值 兩回事情 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 四月份的 中國大陸的外銷數字啊 比三月份的成長率 少一點 少一點 所以自然會反映到說 那你這個結會的需求 會產生了量的一個 稍微的萎縮 所以人民幣會毀貶 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啊 那個雷憲在外商 當高管那麼久 他就很清楚 五月是幹什麼 五月 五月很多的大陸的企業啊 要匯款啊 要匯那個股息跟紅利 給海外的股東 就是在這幾個禮拜裡面匯的 那個金額不大 像阿里巴巴 要匯給那South Bank 你看多少 我舉個例子啊 那如果以前啊 那個巴菲特 還有投資比亞迪的時候 現在就是要匯股息 鼓勵給人家的時候 所以往外匯款的數字 會使得人民幣被拋售的比例 比較高 因為他一定要拋人民幣 才能換到美金啊 匯到國外去 這兩大最主要的因素 使得人民幣回貶 那為什麼他們說很穩定啊 就是哪有一個公司 從年頭匯款給股東匯到年尾嘛 沒有啊 大概就是這五月的時候 對啊 所以這個很快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就會馬上回升 所以這個不用去擔心啊 那現在中國大陸 長期以來是採取這個 內外資本管制 就是資金的流通 人民幣 在岸人民幣跟離岸人民幣 切割開來 這個方式是逐漸在放鬆當中 那放鬆呢 他也不想要讓 華爾街的金融大鱷 有炒作的空間 所以他就很謹慎的 一步一步的來 先用香港做一個基礎 這個觀念跟我一起 動不動敲鎖子喊說 要把香港作為中國外匯 最大的交易市場 因為不是說上海不行啦 而是上海那個比例很低嘛 先讓香港趕過新加坡 再看新加坡有沒有機會 這個趕到前面去啊 可以跟紐約競爭 因為在全世界的外匯交易市場 第一大還是在倫敦 因為有歐盟的 跟英鎊跟美元交易的關係 還在倫敦 他佔了全世界外匯交易量 39% 然後第二大的是紐約 紐約佔了19% 第三大新加坡 佔7.9% 第四大香港佔7.2% 你7.2趕7.9很快啊 所以把香港先浮起來再說 那要浮香港就要 剛才那幾個方法都是對的 但是只是初步而已還不夠 我們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嘛 一方面 這個真的叫做 de-risk 要學G7 這個真的叫de-risk 但不是de-coupling 要coupling 然後de-risk 因為金融的管理啊 平常已經講 最麻煩就是 擔心有人借機 Hedging speculation 就是 對沖 對沖投機 他的中文比我好 所以要避免這種東西產生的動盪 以前 這個亞洲幾次金融風暴 不是給那個索羅斯嗎 撈了好多錢走嗎 好不容易 在香港才懲罰過他一次 所以不需要開大門迎接這個 因為美國也是加強這方面的管理 銀行管理金融管理 包括中國大陸 把那個螞蟻金服 稍微讓他冷靜 這是對的 這是對 因為金融行業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自由市場 一直看不見的手 這個絕對不行 高度管制 那個因為負債比例太高了 錢都不是自己的錢 都是自己在管別人的錢 這風險太大 所以摸著石頭過河 一步一步來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 人民幣不要急著國際化 對 我們就走得穩紮穩達 比走得快速 好像很光芒光輝 那不需要去這種虛名 對倩姐要不要補一下 就是我接著剛才 蔡正元博士講的 就是如果人民幣 要快速國際化 它成為儲備貨幣 或是全球交易貨幣的話 它代表一個什麼意義 代表你有很多的人民幣 在海外 在別人的手裡 那麼在目前的狀況之下 我非常非常同意 是要穩紮穩達 因為你當時在美元 是全球貨幣 跟全球儲備貨幣的時候 它有很多的承諾 它必須要提供足額的美元 或是當時還叫美金的時候 因為那還是布雷頓 森林體系的時候 它要提供的足額 並且要保持所有交易的順暢 那這些東西 在現在美國對於中國 這麼不友善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成為一個一個可能的破口 其實是危險的 那我最近就剛剛好沒有事情 就去翻了一下 我覺得說全球這些金融的大鱷 在玩些什麼遊戲 去看了一下 因為美國如果你是超過 1億的資產管理者 你都要去發一個Form 13 那我就發現 每個國家和每一個大的基金 都有它的策略 我就講兩個 第一個是橋水 大家都常常去看 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你會發現 當你開始有了COVID 全球開始供應鏈開始斷的時候 它大幅減倉了新興市場 在2019年的第一季 就是在所有的COVID之前的時候 新興市場佔它所有投資的一半 51% 可是到了今天剩下7.54% 你知道它趕快就把它的資金 全部都挪到 它認為更穩妥的地方 那我另外再講 另外一個跟剛才 蔡正元講的有關的 就是淡馬席 大家知道新加坡是一個 非常有策略的 精英統治的一個國家 我在那裡很多年 對他們非常尊敬 2019年的時候 科技跟金融 佔淡馬席的持股的16% 可是到了現在 它加碼到45.19% 其中金融加碼的幅度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剛才在講到說 香港跟金融的這個 直接競爭 新加坡已經開始佈局 運用它手中的資源 它的主權基金 在做非常非常快速的佈局 同樣的像索羅斯也好 或者是Berkshire 就是巴菲特 他們都有各自的策略 我講這麼多 其實是要回頭來問說 台灣的策略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操盤的人 他們對於台灣的未來 往哪裡去走 我們有操盤人嗎 現在他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台灣現在的外銷訂單 一直不斷的下滑 同時當你跟中國大陸的經濟體 本來非常非常密切的這個關係 要用各種的政治去干預的時候 顯然的 我們在幾乎11個大項裡面 除了礦產以外 其實我不曉得台灣的礦產 為什麼還是有一個 小小的一個這個增長 其他的部分 全部都是double digit 是減10幾個percent 減20幾個percent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台灣的經濟 無論是你的經濟的基本面 或是你的金融的操盤者 你到底在做什麼樣的一個策略 讓我們可以往前走 不要告訴我們說 你在投資的叫做醫藥科技 因為那個顯然我們都知道 是不可信的 而且也不可能有短期 在全世界的競爭優勢的 只是拿來給台灣人 看看笑話而已 的確 那你看這個所謂的佈局部分 台灣跟其他的國家相比的話 怎麼樣呢 這個格局真的差很多 那尤其剛剛 倩姐特別講到這個人民幣的這一塊 那最近呢也可以看到說 很多國家是不想要用美元 因為苦美酒矣 那最近呢 八月的時候金鑽國家 南非峰會要討論什麼呢 建議統一的貨幣 那當然不是說用人民幣 也許會有一籃子貨幣等等的 來進行 那這是八月的時候會的大事 然後美國的前白宮經濟學家 他也說這種貨幣可能會取代美元 作為金鑽國家儲備貨幣的地位 好那不只是如此來看到呢 巴西總統 盧拉也說 巴西的國家石油公司要去美元化 另外呢 來看到我們之前也說了 包括了滿載6.5萬噸的 液化天然氣了 馬綠文輪 最近呢 在中國大陸廣東有卸貨了 這筆訂單呢 其實是法國到達爾能源 在三月達成的協議 這是法國也要加碼嗎 也幫忙中國大陸人民幣 要推降國際化 亮哥你怎麼看 中國大陸現在 美國是想要攔 因為他世界第二 很多方方面面科技都想攔他 但是中國大陸有些地方 就不斷的突圍 幾個部分 第一個來看到 北斗就是如此 北斗呢 你當年圍堵中國大陸 就現在 自己北斗做的也很好 第56顆衛星導航 發射上去 然後呢 太空站的部分也是 大家也在好奇啊 太空站啊 現在呢 神15預計 這個六月初返回 結果來看到神16的時候 要上去啦 那神16的時候 到底什麼時候上去呢 這也是最近討論的話題很多 好 另外再來看到 美國的部分 美國這個太陽能 不斷的打壓中國大陸 結果現在呢 美國國會透過呢 這個什麼柬埔寨 馬來西亞 泰國 越南 這些太陽能面板的這些東西 這些國會都說 要恢復課徵254%關稅 就搞了半天了 拜登說不行啊 這個儘管是中國大陸轉投資的 還是不行 一定要免關稅 好 因為太陽能 中國大陸做的真的是很棒 好 另外還有新能源車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資訊 中國大陸 躍升了汽車出口的冠軍 打敗了日本 2023年第一季的時候 中國大陸出口呢 一百零六點九萬輛 同期增長五十四% 日本是一百零四點七萬輛 這當然是新能源車 跟傳統的車加起來 中國大陸是變成世界第一名 亮哥怎麼看這些很多領域 我覺得拜登 他大概已經警覺到明年選舉前 他有一些政績了 而且川普跟迪桑提斯聯手的可能性 越來越高 那真的是強強連手 民調就真的超過他跟賀錦麗 所以怎麼辦呢 他當然要在反正已經擋不住 或已經輸的一些領域 做合作 做合作嘛 那這最明顯的就是 這個新能源的部分 對 光輔 太陽能這一塊 所以你看嘛 他對習產地經過東南亞出來的 其實是新疆的產品 他就假裝沒看到 他以前不是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嗎 沒有 因為他自己要發展太陽能 那你不買中國的產品 那幾乎是不可能 是 那第二個我估計 他對那個林德時代 爭取福特的合資也會通過 所以那個他基本上已經擋不了了 而且你也 你也跑不贏別人了 我甚至認為 這個因為接下來王文濤跟這個 Rabando 在Apple的那個 商務部長要見面 這個我覺得戴琪不可能 都不帶糖果來 不然你是要談什麼 對不對 那Rabando基本上 我覺得那個關稅不是主問題 對 因為關稅個別回去自己 就可以單方減了 所以重點是 你有一些制裁是不是要取消 因為這個地方有點 我覺得最近很多事情都蠻灰色的 比如說 這個三星跟海利斯突然對外宣布 說他被美國的半導體制裁 可以再延長一年 那很奇怪我們台積電 怎麼沒有包括在內這樣 已經去了不用延長 我不知道是因為 寶川是吧 影席樂唱的 American Pie 就可以這樣 那個全面倒向美國 要不然叫蔡英文去暢旺春風好了 這個不管了 就我覺得美國 我覺得他也要考慮 他的高科技公司的損失了 比如說他最近 本來在G7不是要勸大家 一起通過 以後不准投資 中國的高科技公司嗎 結果那個沒有人理他 大家還是要投資啊 對啊 所以我說他等於是 在那邊 這個 我覺得他有點自討沒趣 有很多議題 就推不動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會回去想一想 這個美國人向來政治上有個傳統 打不贏就加入 其實他很務實 我跟你講 美國人 雖然看起來強硬有時候 毫無道理 可是當他發現他打不過你 他就放棄了 他就開始轉到別的議題 我覺得他對中國也會是這樣 所以習近平講那個 打鐵還需自身硬 那也是事實 就你如果自己站不起來 那美國人就把你踩死 看別你啊 比如說北斗衛星 北斗衛星是讓美國軍方還當作參考 那有時候是雙衛星同時開啊 來看一看 看北斗的 可以參考 他們的戰鬥機是允許的 他允許的 所以這個就表示說 我打不過你 壓不死你 那我就也一起參考吧 美國人這方面的務實是有的 所以 當然現在半導體你聽到的都是 很尖銳的壓抑的聲音 那那個當然就是 他領先的 就是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的成果 還不夠大 可是如果說你成果夠大 我認為美國會四項 新人員氣則是最明顯的 是 對 倩姐能不能看一下 因為大家討論度也很高 比如說呢 這個 神16什麼時候發射呢 時間點都很detail說 也許是5月27 或者是5月30 這時間點都有公佈說 這兩個很有可能 那大家也好奇說 會不會有女航天員呢 因為這也讓大家看到 兩次都有些女生的任務嘛 倩姐你怎麼看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說 空間站開始已經變軌完成 就預備好神16去 那當然他目前 因為他是第二批次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很多的細節 並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可以知道的細節是 他有很多的零附件 已經改為國產的 就是不再依賴外國 他自己的內部的控制更多 同時他的整個 儀表顯示的部分呢 也不再是以前 蘇聯的這個整個的設計 所以他會對於 中國的航天員來說 是更為人性 更直觀可以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無論是當時 美國如何要去防堵中國 每一次他的防堵 就是逼著中國 必須要做技術上面的突破 所以今天的芯片 就是昨天的空間站 那麼現在的新能源車呢 已經非常明確的看到 中國用它非常龐大的 市場的力量 把它已經有的這些 所有的基礎的這些 汽車電子的這些板塊 全部連結在一起以後 它造成了一種新的風潮 並且可以開始領先 從設計到內裝 以及你必須有的基本 今天我前幾次去使用的時候 看到說他們就是拿一個手機 很容易就可以去使用它 所有的儀表板裡面的 直接完全無痕的連接 像這種事情呢 將來就會變成全球的標準 就是你若要來這個EV 這個新能源車裡面 要來玩這個遊戲 你要上這個舞台的話 你就必須要做到這裡 當你成為標準的時候 當然你就有更大的能力 去主導它整個產業的發展 所以我們今天無論是看到了 現在講的這幾件事情 它其實背後還是有很多很多的 你可以理解的 譬如說當GPS變成這麼不安全 在俄乌戰爭 當你連那個馬斯克的星鏈 都變成可以作為軍事使用的時候 中國大陸要有自己一套很安全的 北斗難道不是無可厚非的嗎 而且是一個絕對必然的 所以這些軍民兩用的科技 當一個國家開始把它做軍事使用的時候 當然它相對的國家 一定要做國家安全的一些防堵 那現在我們開始看到的 在美國從1980年開始 在所有的電腦跟IC這邊的 這些主導能力 我覺得很快很快也會碰到 中國大陸其他的挑戰 包括華為現在不是70那個 就是新的晶片 A2馬上就要出來 所以說在一個只有單一級的世界中間 非常的游刃有餘的 美國跟美國企業 必須要去學習在一個多級 至少你有一個peer competitor 這就是Milchheimer常常用的 他說美國很久以來沒有一個 等量器官的競爭對手 那中國大陸是他多年以來 第一個等量器官的競爭對手 這個在國家層次是如此 在各個的科技 尤其是領先的這些領域 還有這次G7說 中國你要跟我們一起合作的 那些領域呢 都是如此 中國大陸的領先優勢已經 非常的明顯 從氣候變遷 生物多樣化 一路到了現在的數位平台 現在要爭的是 到底你是和平使用 創造繁榮 還是你會像美國一樣 戰爭使用創造毀滅 這是戰爭與繁榮 毀滅的一種對抗 那我覺得現在 我們看到的這些東西 每一件都是在 同一個軌道上面 兩種不同的使用方式 兩個不同的科技的解決的方案 現在正在同樣的 等量器官的競賽 在一個賽道上面一起跑 對在這個賽道上一起跑 美國呢打壓過非常多的世界第二 從蘇聯 日本 英國 德國等等的 但中國大陸為什麼打不倒呢 中國大陸有很強的科研能力 跟製造業 所以中國大陸真的是不怕你打壓 它會越來越強 我想問一下 委員怎麼看 因為你曾經也說過 像北斗 現在出來了 那很多擔心被美國 竊聽的等等的 或是有些問題的 就可以用一下中國大陸系統 還有華為這些東西 就是可以反美國不同系統的 這是北斗的部分 空間站也是如此 你不讓它加入 就它現在發展的那麼好 那更別說 能源車這一塊 你知道嗎 在Q1的時候 它的拓展的版圖 你知道它已經在歐洲38% 然後亞洲是32% 我們再看到下一張 為什麼說我們這個很大的觀點是 戰略機遇 因為美國極限施加俄國 俄國很多的這些 它也是世界十幾名的經濟體 那它的東西要靠誰呢 很多都是中國大陸 Q1的時候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出口第一名的國家是 俄羅斯 幾輛呢 各十百千萬 14萬輛進口 出口到了俄羅斯 第二名是什麼呢 是墨西哥 是美國小老弟 7萬多 比利時到歐洲去了 是第三名 那再來是沙特 英國 澳大利亞 泰國 西班牙 阿聯酋跟菲律賓 這是前十名 中國大陸新能源車出口的地方 中國大陸新能源車 能夠在俄羅斯賣那麼好 要感謝 因為有一個超級推銷員 他的名字叫拜登 如果沒有拜登的話 中國新能源車在俄羅斯 大概也沒辦法拓展那麼快 當然最基本的說 自己的技術的發展 是讓人家刮目相看 這個使用者非常的方便 這個是他的突破的很重要原因 就CP值很高 有人說我要買特斯拉 特斯拉就是賣品牌 像奢侈品在賣 但是現在中國呢 汽車在這上海 汽車展也趕上來了 要平價的我也有 要奢侈的我也有 所以這是一個 挾著龐大市場力量 在前進動力的一個 我補充一下這個是傳統車 這個不是新能源車 新能源車 那基本上以前俄羅斯市場 連中國銀電卡都很難打得進去 對不對 現在因為Visa Mastercard 在俄羅斯已經不能用了 所以他們只好開始用銀電卡 所以我們不得不 要頒個獎牌給拜登 謝謝拜登 愧我中國 那個俄羅斯不得不用 中國的手機跟汽車 是因為他不能用GPS 那因為俄羅斯太大了 他沒有GPS怎麼開車 所以他非用北斗系統不可以 所以就是你壓 極限施壓他 他也必須有用 還是要感謝拜登 幫中國的限制拜登照神 而且他手上也獲得了 非常龐大的人民幣 所以他很多他所需要的東西呢 就可以從中國取得 對 所以從俄羅斯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預料說 俄羅斯會變成中國的加拿大 很多人來嘲笑我 因為看越像 對不對 最近那個馬克宏 也有幫你那個 附和你了 附和的看法 他說俄羅斯附庸 不過他那個說的太過多 我覺得俄羅斯 應該是印度的附庸 為什麼 網路上你看到 整個電視台 整天幫俄羅斯講話 沒有幫烏克蘭講話 就是印度 每個電視台開開 都在幫他講話 所以他是印度的附庸 我們中國是平起平坐 沒有跟他 對 沒有這樣 但是中國還是要小心翼翼 為什麼 因為美國雖然是有 剛才這個阿亮哥想說 他打不過你 他就會過來呼應你 但美國人也有個脾氣 有個脾氣 他覺得 怎麼會找不到機會打敗你呢 他說無孔不露 無所不用其極 以前那跟西班牙就這樣 來來回回打過好幾回 跟法國也是一樣 跟英國也是一樣 所以 美國人就有那種 拓方時代 當那種 半強盜 半小偷 半殖民的那種文化 在這裡面 以前他打 這個印度安 也是這樣子 硬是把印度安給打垮了 所以還是要 對美國的這些 稍微小心一下 最近美國 因為剛才阿亮哥講對 拜登想競選連任 很多地方要對中國 擺出比較和善的姿態 哪知道他哪一天 他翻臉如翻書 翻的速度搞不好 比四川變臉還要快 所以這一點也不能不提防 那中國也有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很有自信 比如說 你只要想想看 華為手機都不能生存的 但是蘋果手機可以在中國到處賣 中國從來不擔心蘋果手機 會不會竊聽他 會不會什麼收集他的資料 這個是個自信心的表現 對 但是呢 可是問題在整個產業鏈上面 還是要多守布局 那如果可能的話 在歐洲還是要在馬克宏那邊 多做點功夫 因為馬克宏那邊多做點功夫 對荷蘭的壓力就會更大 荷蘭壓力更大的話 那這個 晶片 光刻機就比較可能提早到手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很長期的戰略 海參類都能夠拿來當內陸港了 對不對 一個光刻機都動你的腦筋 但是方方面面 因為美國人現在在管制 打壓中國的 都是一批以前從國防部出來 現在跑到商務部跟國務院 他們整天想的就是說 哎呀哪裡中國做不出來 我可以卡中國的脖子 他整天沒事幹就想這個 那中國也不能不提防 這些在美國的力量 這種奇奇怪怪的力量 不會一下子就消失 而且現在美國的民間裡面 想要對抗中國的那種情緒 跟氣氛能然在 雖然現在中國的姿態 擺得相對的平和 不會跟你吵架 也不會回嘴 就是不跟你見面 那這個方法目前是對的 但是 美國只要碰到了選舉 美國有個特色 選舉跟運動 是美國兩大會發瘋的產業 他們只要在運動場上 就會發瘋 球迷打架什麼都會來 選舉也毫不例外 所以中國在這方面 還要特別提防 這種很特殊的 美國所謂民族政治的文化 好 菁姐我想再問一下 因為中國大陸很多的APP 現在也崛起了 但是美國就開始要打壓了 包括了Tiktok Shein 還有TIMU這些的 對 我們在上幾集 特別講過了 尤其是後面這個 Shein跟TIMU 他們都是後期直秀 並且在美國的下載率是瘋狂的 一直不斷的往上走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下載率的瘋狂 並不是只是單一的 在他的APP好看 他整個非常夯實的 就是剛才蔡英文講的 他的堅實的工業基礎 也就是說過去 中國龐大的製造力 也就是全產業鏈的製造力 41大象 207中象 666個小象 的全產業的製造力 現在不經過其他的品牌商 直接跟全球顧客對接了 而且在上次沒有講清楚的 就是他們現在有一種方式 就是讓你下單了以後 再回去讓製造 所以變成 Customer to Manufacturing 也就是說 C2M的這個新的商業模式 現在大概只有中國大陸的平台 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在全球的客戶中間 就會有一個非常便利的平台 讓中國大陸龐大的製造力 直接跟全球客戶對接 這是一個新的時代 對這個是新的時代 所以呢 美國主導了以前的G7 但現在中國大陸崛起了 可能是另外一個新的時代 謝謝大家收看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